大家好,每年的五六月份是豆角大量上市的季节 因为这个时候的豆角不仅便宜,而且还非常的鲜嫩好吃 所以我们趁豆角便宜,一定要多买一点,把它保存起来,留到冬天的时候吃 很多朋友在保存豆角的时候,有的是焯水,有的直接放入冰箱,其实那样都不对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保存出来的豆角脆嫩可口,颜色不变,就是放上一年都不会呀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第一步,把买回来的豆角放到一个大点的盆中,不要给它窄 加入一盆长江水,再来两勺白色的食用盐 一勺食用小苏打,下手给它搅拌一下,使它化开 加入食盐和小苏打,可以有效的去除豆角表面的农药残留和脏东西 然后用手给它按一按,放在这里给它浸泡10分钟 10分钟之后,下手把豆角再给它洗一下 洗好之后给它捞出来,放到流水下面,冲洗掉表面的盐分和苏打水 下面准备一个盖子,把洗干净的豆角均匀地给它摆到上面 然后给它放到阳台通风的地方,把豆角表面的水分给它晒干 大家切记,一定要把这个水分给它晒干,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后期保存 大约15分钟之后,大家看一下 豆角表面的水分已经完全晾干了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再理整齐放在案板上面,用刀把头和尾给它切去不要 接着,再改刀给它切成自己喜欢的长度 等所有的豆角全部切好之后 接着我们准备一口锅,不用加油,也不用加水 把切好的豆角给它放进来 接着,再往里面淋入适量的食用油,不需要太多 下面我们给它开最小的火 再用铲子给它翻拌一下 使每根豆角表面都均匀地沾上一层食用油 锁住它的切口处,形成一层油膜 这样我们的豆角在保存的过程中就不会出水了 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的脆嫩 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大家切记,一定要用最小的火慢慢地给它炒 翻炒大约两分钟左右 炒至所有的豆角表面有一点微微变色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豆角给它盛出来 接着再把它装在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盆里面 再用铲子给它摊开,扑平 放一旁给它晾凉 下面我们再准备一个完好无选的塑料袋 把冷凉的豆角给它装进来 分量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 装进来之后再用手给它按压一下 把里面的空气尽量给它排出来 接下来再给它打个活结 这样方便食用 看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所有的豆角全部分装好之后 再把它们给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 进行冷藏保存 这样可以保存我们的豆角一年都不快 吃的时候拿出来给它提前解一下冻 就像刚刚从树上蒸下来的一样新鲜 脆嫩可口,颜色不变 留到冬天的时候吃 用来包包子炒菜 都是非常的美味哦 好了,今天给大家分享 保存豆角的小技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